每晚八点,聆听读者,大家好,我是沐峰,今天给你分享的文章是,胡歌深夜发文,你走了,我的世界也暗了。 最近,胡歌的好友向媒体透露,胡歌妈妈已经于三月底因为乳腺癌不幸去世,引发众网友的关注。 然而,胡歌并没有在公众面前流露出悲伤的情绪,近两个月发的三条微博对妈妈的去世只字未提。 直到前几天凌晨,胡歌转发了一条微博,配文称,献给一位远方的女士,并附上一张自己婴儿时期和母亲的合照。 微博上有很多网友指责胡歌冷血无情,但我并不这么认为。 至今离去的悲伤往往不是如潮水般涌来,你以为已经坦然接受她的离去,生活一如旧时,就像她依旧没有离开。 直到你看见她卧室里安静折叠在床上的被子,看见冰箱里她还没有来得及做给你吃的饭菜,家中的味道和记忆一起在耳边提醒你,她已经不在了。 那种忽然醒来的悲痛和孤独,足以瞬间将人淹没。 我不知道那天凌晨发生了什么,但我知道,那一刻,胡歌一定想到了妈妈。 那条微博虽然只有短短的九个字,却倒进了她对妈妈的追恋。 其实,胡妈妈在胡歌六岁的时候就被确诊为乳腺癌,但胡歌妈妈面对疾病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和坦然,死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一直在和癌症抗争。 但胡妈妈面对疾病表现出来的无畏和坦然,影响了胡歌的一生。 那时,仙剑奇侠传中风度翩翩的少年胡歌,红透了整个中国。 然而,她在拍摄期间遭遇严重车祸,醒来时,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。 正当胡歌尽兴生命无忧的时候,她发现自己右眼看不见了。 借着玻璃的反光,她看清了自己的脸,右脸纵横交错的疤痕上,密密麻麻的贴纸纱布和针线。 护士告诉她,同她一同坐车的好友抢救无效,已经死亡了。 胡歌躺在病床上痛不欲生,由于眼睛缝了针,不能哭,她只能把头侧着放得很低很低,让眼泪掉在地上。 为什么死的人不是自己? 为什么上天让她活着,却夺去了她作为演员最宝贵的脸? 妈妈匆匆赶过来,紧紧握住崩溃的胡歌的手,告诉她。 上天在你脸上开了一扇窗,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你的内在。 与其说是上天在胡歌脸上开了一扇窗,倒不如说是胡歌妈妈在胡歌陷入最深沉的黑暗时,为她推开了一扇窗。 在经历十余字面部手术之后,胡歌复出影弹,然而眼角的疤痕却消之不去,于是在《仙剑奇侠传》当中,她选择了以刘海将疤痕遮住。 以前那个空灵而不羁的李逍遥,眉间多了一丝悲楚。 很多粉丝看完剧之后评论,胡歌的仙气因为脸上的疤痕彻理烟消云散。 从此,世间再无李逍遥。 在胡歌演艺生涯陷入低谷时,噩耗再度传来,胡妈妈的病情恶化。 在事业和妈妈病情的双重打击之下,胡歌的情绪一度失控。 自己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,母亲又随时可能离她而去,上天凭什么要她承受这些苦难? 而谁能知道,在公众面前自信帅气的大明星,在家却几尽崩溃。 胡妈妈总是在儿子发泄完情绪之后,缓缓地安抚她。 她忍着病痛笑着对胡歌说,活着,最重要。 最终,胡歌在妈妈的指引下走出了低谷,她开始正视自己的不完美。 无论是狼牙榜中竖发儒雅的梅尚苏,还是伪装者中成熟干练的军统特工名台,脸上的疤痕都清晰可见。 也正是因为经历过生死的折磨和慧荣的痛苦,胡歌赋予了饰演角色更深层次的内涵。 她再次被大众所接受,获得了古装王子的美誉。 而再度爆红之后,她在接受采访在领奖台上的时候,她都会感谢她的妈妈。 她所取得的所有的成就,都离不开母亲的指引和教导。 每次说到这里,她都会哽咽,甚至流泪。 只是,在她功成名就之时,还没有来得及跟妈妈分享太多的喜悦,给予她前行力量的妈妈,却离她而去。 至此,那个将父母纹在身上的男孩,失去了能为她指引方向的人。 再也没有谁,能为了她,却推开一扇窗。 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费玉清,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。 2017年的时候,费玉清正在录制东方卫视的一档节目,却得知父亲即将离开人世的消息。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,费玉清感觉天都要塌了,她焦急万分,想要回去见父亲一面。 次日,父亲离世。 那一晚,她坐在椅子上拜宿,最后流着泪,发布了一封亲笔信。 可想而知,当她忍受着失去至亲之痛,写下身为一人,没有在人前悲伤的权利时,内心是何等的煎熬和羞愧。 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,这将成为她永远会止不去的心病。 网友们得知这一消息十分动容,纷纷在费玉清微博下留言支持,赞那是一名优秀的艺术家。 然而父亲的死对费玉清注重很大。 最终,在2019年巡会演唱会结束后,费玉清向各界宣布正式退出演艺圈。 她在亲笔信当中写道,这些年忽略了身边的风景,当我的父母都离我而去,没有他们的关注和分享,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加孤单。 我决定离开舞台,以过一些云淡风庆的日子。 父母健在时,死亡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。 因此,费玉清一直大步向前,以至于忘记欣赏沿途的风景。 父亲离世后,她清晰地望到生命的尽头。 至此,她才知道,生命其实很短暂。 所以,纵使舍不得这个舞台,费玉清也不得不停下脚步,去细细品味剩下的人生。 父母是我们与死神之间的一堵墙,请千万珍惜他们。 因为这堵墙一旦倒下,我们将直面死亡。 读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一直在想,如果有一天,父母离我而去,我该怎么办? 光是想一想,就会觉得心里某一处地方揪起来的疼。 小时候,我认为死亡仅仅是一个人睡了一觉,还有在醒来的那一天。 到现在,我还记得在爷爷葬礼上,我看着一众悲伤落泪的长辈, 不懂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哭鼻子。 于是我问妈妈,爷爷为什么躺在那里一动不动? 妈妈回答我说,爷爷只是睡着了,这一觉可能会很长。 等到我已经可以思考死亡和别离的问题,我才发现,父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老去。 父亲的背影已经有点够冷,白头发一根接着一根地冒了出来。 母亲跟着我叙叙叨叨的时候,也总是忘记上一句说了什么。 随着我的成熟,他们也在一步步逼近死亡。 我的大学同学是一位南方的姑娘,毕业之后,她跟男友结婚,双双留在北京。 她无数次在微信时,跟我痛哭失声,告诉我她想回家。 然而,她以为人妻为人母,只能在奉念过节时,才能带着老公儿子回家探望父母。 六年前,她的父亲离世,两个月前,母亲又离她而去,我受邀参加了追悼会。 在母亲的葬礼上,她显得很平静,只是默默地看着母亲的遗像,一句话也不说。 只是在深夜时,我看见她发的朋友圈,从此,我再也没有了家。 我鼻子发酸,隔着屏幕,我也能感受到她那深深的痛苦和无奈。 短短数字,看似平静,其中的悔恨和悲楚,难以跟旁人诉说。 从此,不再有人从灯火明亮的房间里出来迎接她,跟她说,饭已经煮好了,快进来吃饭。 从此,逢年过节,也不会再有人小心翼翼地将家乡的土特产,用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装着,一层又一层的塑料袋包裹着, 嘱咐她在北京,一定要吃好,穿好。 双亲死后,她成了成年孤儿,哪怕家乡亲朋好友无数,却举目无亲。 我们并不是为父母而活,但只要父母尚在,家就还在,这是你永远的港湾,是你的根所在的地方。 一旦父母离你而去,你出生,成长的那些记忆,也都会随他们而去。 纵使,你再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,那些童年时的美好和欢笑,再也找不到谁来缅怀和回忆。 你幸福而温馨的前半生,从此落寞。 当你失去他们之后,这世上只剩下你孤身一人,独自走完剩下的路。 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路,父母去,人生,谨慎归途。 喜欢沐风声音的朋友可以添加沐风的个人微信号,爱沐风03,晚安。 一生遥想的爸爸,我能为你做些什么,为不足道的关心,收下吧。 谢谢你做的一切,双手撑起我们的家,总是接近所有把最好的给我。 我是你的骄傲吗,还在为我担心吗? 一生挂的孩子啊,长大了。 让我担心吗?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阻挡的关系 收下吧 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双成亲我们的家 总是借尽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 我是你的家老吗 还在为我担心吗 你牵挂的孩子啊 长大了 时光时光满血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也用我一切 换你岁月长留 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而担心吗 你牵挂的孩子啊 长大了 感谢一路上哟 你 Zither Harp Zither Harp